這個123將來 反正你撰寫APP的時候 你就說123 大概95%以上的APP 都可以這樣建立 所以後來我發現很多學生 我在改考卷的時候看到123 我就知道他是我教的學生 然後 就知道 或者是說他可能是看我的影片學來的 學生所以一看就知道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宣告 你就可以打一下 宣告 然後這個就連結 就這麼簡單 123 所以很多APP反正基本上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宣告的會詞 盡量就宣告在乾脆宣告在痊癒 痊癒的地方 然後連結 因為他在畫面上面我們用Find You by ID 再來的話就是set on click listen 這個on click的事件 會需要有個listen 他new一個什麼呢 在button上面建一個on click listener 然後小瓜糊 大瓜糊 這邊有個大瓜糊 有沒有 小瓜糊 大瓜糊 後瓜糊 後瓜糊是這個 參數的後瓜糊 然後再一個分號 然後游標移上去 新增位置座的方法 再撰寫程式 set test 就 大功告成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最後把它save一下 save一下 這個就沒有錯誤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按右鍵 執行為 Android Application 那如果你的模擬器有run起來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它傳遞過去 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寫的App OK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Hello World的App 以後 就可以這樣來做了 好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我再把這個上面的畫面給各位參考 然後